我寫我的歌 每個音每個節套世界情節 歡迎大家來到SGSW2022 我寫我的歌中文歌曲創作節的 公開發表會的現場囉 今天的創意突擊呢 我們要突擊20強的參加者 Let's go 表演的時候有什麼感覺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緊張 重要是Just enjoy the stage 對於把你這首歌拍成MV的把握有多高 當然是要拍MV啦 你的心情如何 說實話我不是很緊張 SGSW的精神不是個比賽 它是個分享會 不晉級 無所謂啊 無所謂 今年呢 當我得知我有這個機會來參加 SGSW大使的這個 role的時候 我其實是很興奮的 因為終於可以現場表演了 我來的時候我其實很嚇到 欸昨天很多人 今天更多人 覺得這個是一個音樂人的一個夢想 今天很多歌是ballot 所以你們要怎麼在抒情歌脫穎而出 那個才是那個challenge 我聽你的歌的時候 我幾次又感動到 所以我覺得很好 這整個表演非常好看 但你要讓大家呢 有一個親和力 你要笑多一點 你剛剛笑的時候 你看你就很帥 你知道嗎 你現在16歲對不對 當我這樣聽的時候 我完全感覺到 我很有興趣 繼續聽下去 我也非常期待 聽你其他的作品 也許我還來不及長大 也許我還有很多事沒答案 來到了非常緊張的時刻 特別恭喜這五強獲得了評審的青睞 站在我身邊的呢 就是剛晉級的參加者 大決賽 你會做出怎樣的準備 我現在很期待 在創作大師班 之後呢 我就再和朋友商量 要怎麼調整這首歌 希望說 在我到大決賽的時候 可以呈現一個更感動 更完美的作品 站在我身邊呢 就是今天 其中一位晉級10強的參加者 看到他唱歌 他的整個頭髮在搖 他的整個頭髮在搖 大決賽 會保持全部都是 instrumentalist 在玩 這個要很多攝影師 我們的 band 我都攝影師了四五天 你們一天攝影師一個鐘 五個鐘 五個鐘 所以你們花差不多二十個小時 對 哈囉 喂 哈囉 新大師的新星 明星大師 講不出話了哈 不要緊張 我們過來 哈囉大家好 新加坡真的有很多 會持續創作的人 而且年紀是越來越輕 寫歌啊 很少熟 都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 音樂創作就是要 express yourself 所以這個不是為了別人的 就是為了你自己 然後你不知道 這個舞台站久了 有一天真的就是你的 哈囉大家好 目前為止呢 這一組 是唯一一組 昨天已經晉級了 然後今天又在晉級了 你們現在感覺好嗎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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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進入 我會再回到你 恭喜你 待會兒的表演 有什麼期待 把這首歌 發揮得連你親自 那才是對這首歌曲的尊重 他們如果玩錯 你就是 GG 有沒有把握 有當然有 有一定有 願愛服術這首歌 是我今天一直聽起來 作曲是最成熟的一首歌 我覺得歌手你也找對人啊 這個曲跟那個詞 寫出了 懦弱女子被困在一段感情的那種心態 我覺得這是一首很完整的作品 這歌要搭配動漫 武俠片還是什麼會比較適合 整體來說就聽得很過癮很爽 搭了幾公里的夢想 搭了幾公里的他 搭了幾公里的太陽 我不需要導航 這個時候呢 就要公佈呢 一共是有五首慶吉的歌曲 我們第二場公開發表會 恭喜恭喜 現在呢 站在我身旁的呢 這三位導師 今年的SGSW呢 二十強的作品 你們感覺如何 某一些他們的character 比較鮮明的 我覺得會比較突出一點 雙作人他們 選用什麼樣的樂手或歌手 必須要很有想法 歌手沒有這麼有自信呢 希望以後他們可以再加強 再進步 這個雙作節我們已經辦了六年 每一個學員都很認真的去參考之前 如何讓這一屆有不一樣的作品跟成長 所以我很開心看到大家的付出跟努力 大決賽想要聽到怎樣的作品 歌曲該表達的 該去展現的 這時候該好好做功課 好好的運用當天的舞台 好放的去展現自己 今天發表會 有一個很好的舞台 然後有好的影響 也有觀眾 能夠在那邊為我們加油打氣 所以開心圓滿成功 最高人氣獎的網路頭選 即將在九月份開啟 喜歡我們十強作品的話 可以到SGSW的官方Facebook page 去點讚還有分享他們的作品 SGSW2022 SGSW2022 我寫我的歌 你呢 我寫我的歌 每個音 每個劍 每個劍 讓世界聽見 就這樣 在哪個音 都不想到 在哪個音 都不想到 好